Hello,大家好,我是老周,欢迎来到轻助学院,关注微信轻助学院可报名全能会员,关注B站账号创建轻助学院,收看更多免费录屏教程,想要观看更多免费直播公开课的同学,可以关注腾讯课堂轻助学院。 OK,欢迎来到老周的下午茶时间,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没有太阳,这个状态会不会有点低迷呢,当然不会,上课的时候就要打起精神,所以说下午的课程同学们也要打起精神,好吧。 好,然后今天咱们的这个分析图专题呢,已经到了第三个内容,就是第三个这个平面类型的场地分析,交通绿地水文,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个分析图,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是吧,就是这个时候呢,每到这个时候,其实前三节课,同学们应该都回去看看录播,是不是? 因为你看了录播的话,是吧,你就有机会把同学们的这个回答的问题,然后他们总结出来每一个类型的分析图,应该分析一些什么内容的这种,大家的想法是不是给他收集起来, 这个不就很好了吗,是吧,把大家的这个想法收集起来,然后我想不到的是不是就做了一个补充,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法的话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今天呢,同学们,是不是,你可以把小本本拿出来,记一下,等一下,同学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同学们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个分析图内容的时候都分析了些什么内容,是吧,好,那么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场地条件分析,上两节课做的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一节课是做的区位分析,对吧,第二节课做的是 嗯,场地的历史脉络分析,OK,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个场地的条件分析,就是周边的环境和一些资源条件的整理 那么在这个内容上面,我们还是先提问,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场地条件分析,主要分析些什么,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你看这里我引述了一些主要内容嘛,对吧 啊,交通,利地,水文,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去讨论的主要内容,啊,在哪里看,是吧 在,呃,等一下猫爪,呃,猫尾巴发一下,是吧,就是在腾讯课堂,啊,有之前的录播,好吧 嗯,来嘛,讨论一下,小伙子们 啊,小朋友们 你们有很多问号吗 不知道分析些什么吗 是吧,除了交通,绿地,水文,是吧,场地周围的,啊,周围和我们设计搭的上边,啊,搭的上边的是不是还有很多内容 啊,地形,建筑,对不对,啊,这位同学说地形,建筑,OK,植被,对啊,绿地嘛,绿地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植被进行分类 流线 流线,对吧,我们是可以把,呃,交通和人流线是可以分开的,最好要分开,如果交通的话 因为交通之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我记得在去分析的那一节课我们就讨论过了,是不是啊,讨论过交通分析,呃,它里面分析的内容已经有很多内容了,所以说我们最好把人流,对不对,人流人群相关的这种内容是不是给分开,OK,啊,看一下还有什么,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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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项不就地形嘛,对吧,啊,地形,OK,视线,对,视线,视线的话,视线通常,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结合人流来做,啊,因为,呃,本来就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说视线其实是可以把,把那个和人流结合在一起做,很多同学它是分开做的,对不对,嗯,嗯,日照,日照环境,日照环境这个可以做,就是在,如果是在你的场地是比如像一些城市绿地啊,或者街旁绿地这种, 啊,你有可能就需要讨论一下这个,呃,这个绿地每天的一个日照时长等等,对吧,这样你才方便能够呃,呃,配置你的职务,是吧,嗯,嗯,嗯,周围的资源条件,对啊,我们不就是在说周围的资源条件吗,是吧,哈哈,对,啊,文化,OK,空间尺度,嗯,空间尺度的话,像这个可能会,呃,做的比较少一点,因为空间尺度, 你一般在平面上是,不仅仅是平面上的问题,对不对,空间尺度我们探讨的不仅是平面,我们探讨的是平面和立面的一个比例问题,对不对,空间尺度的话, 讨论的是平面,就是水平和立面,就是立面空间的一个比例关系,所以说最好在立面上去讨论,对不对, 你看这节课,这个内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引出我之前讲到过的一个内容,是不是我们的分析图的,是要分类的, 分析图是有分类的,对不对,你要在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分析图, 而不懂的同学可以再去看一下那节课,所以说空间尺度,他讨论的是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的比例问题, 那么最好到Poly面去讨论,OK,气候条件,气候条件这个,你的场地,我们说的这个场地条件分析, 说的是场地周边的环境,对不对,如果要讨论气候条件的话,应该在什么地方来讨论, 是不是应该在区位关系上面来讨论,对吧,是不是应该在区位关系上来讨论, 因为气候条件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事件,对不对,OK,所以说这个呢, 不要最好不要放在里面去,对吧,你这个就要放在我们第一节课那个区位分析里面去和它一起做, 所以说这个你看,如果第一节课记录了这个内容的同学,你可以把这个气候条件做一个补充, 是不是,液态,液态很好,对不对,周边的商业形态,对吧, 周边环境这个有一点笼统,OK,好,那么差不多就这些吧, 好吧,OK,季风,季风还有这个,刚才这个同学说的气候条件, 都要放在区位尺度上去讨论,我们这个小气候其实是一个, 就是不太能,就是有这种规范化的分析, 能够总结的出来的一个内容,对吧, 所以说气候它只能我们通过大范围的这个空间尺度来讨论, 讨论我们的气候条件,对吧,所以说我们主要要讨论的就是笼统来说, 对吧,就像你们刚才说的,笼统来说,我们就是讨论了周边的资源环境的内容, OK,周边有什么资源,对不对,周边的环境是什么状态, 是不是,OK,那么常用的表达手法和误区,误区我们就不说了, 常用的表达手法,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讲平面类型分析图的时候, 是不是就讲过的,看到过的一些参考图,对不对, 所以说像厂地,设计厂地条件分析这一类的分析图呢, 我们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在平面上把这些资源给展开, 给展示出来,是不是, 所以说平面类型的分析图,在这个类型的分析图里面是最适合的,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平面类其实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 是不是还可以用多因子的方式来表达,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千层并图, 那么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平面图, 是不是又拉一个透视关系立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所以说最常见的表达手法, 就是使用平面类型的分析图, 那么谁还记得平面类型分析图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的要求和特点,一个特点一个要求, 还记不记得, 还有没有听过的同学记得的, 回忆一下,好吧, 对,同一底图,非常好,同一底图, OK,这个是我们的特点, 那要求呢, 还有没有同学记得, 没有记得了,是吧,好,那我说, 特点是基本上像这种平面类型的分析图, 同这个单一类型的这个分析图呢, 它的特点就是底图几乎都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我们的底图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获取一张底图, 然后呢,就把上面的这些信息给标注和做相应的分析给表达出来, 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对,这个同学记得很好啊, 第二个我们的要求就是底图要有内涵, 怎么叫有内涵呢, 我们只表达单一信息, 单一元素信息表达, OK,比如说这里之前说过的交通, 是吧,交通不同的分类, 你把它表达在同一张图纸上, 是不是, OK,而且我们就是在内节课就说明了, 就是在讲分析图的内节课, 就是说了,就是问了大家交通可以分析些什么, 是不是, 很多同学其实就可以把那个记下来, 就是把它记下来, 我们交通可以分析很多内容, 对吧, 不仅仅是主要交通次要交通, 这个是之前课程里面就讨论过的, 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返回去看一下录播, 好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场地, 设计场地条件分析,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最简单最常见的这种类型, 最常见最简单的这种类型, 交通绿地水温, 我们要去表达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从做图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我们做这一类的图纸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OK, 好, 所以说呢, 这里我们就把城市的, 这个周边场地的一个情况, 做了一个参考的案例给大家, 这个案例呢, 我做的稍微比较像文本一点, 因为还是希望兼顾一下, 因为不仅有, 但是其实你只要把风格稍微变一下, 我觉得这一类的图纸, 还是非常适合参加竞赛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稍微, 颜色这些啊, 做的稍微比较符合, 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规范的话, 对不对, 就是空规, 空规里面的这些颜色, 你用这些颜色来表达这些内容的话, 那么就会做的比较像文本一点, 然后这些内容的话, 我就表达的比较简单, 因为比如说, 这些内容不在我们这次课的探讨范围以内, 就是我们交通分析里面, 我是不是就只表达主要交通, 事要交通就完事, 是不是我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表达, 所以说这些类型呢, 我就做的比较简单, 我的主要工作量就放在了这个, 这张图上面, 因为这个是我新做的一张, 重新做了一张, 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案例, 一个是之前我之前的一些案例呢, 一个是有一点老了, 然后呢, 另外, 做的话, 喝口水啊, 另外的话就是, 我感觉刚才说到的就是有点老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可能不太符合同学们想要去学习的这种风格, 然后像这个, 像这张图的话, 那么我们先, 先总结一下思路, 像这种图的话, 其实也挺简单的, 首先我们肯定是不是要获取一张底图, 对不对, 那么按照刚才你看我们分析的这种平面类型分析图, 是不是啊,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先获取一个底图, 而且是底图有内涵, 对吧, 里面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底图我们怎么获取呢, 底图怎么获取呢, 三个方案, 这里同学们等会可以做笔记, 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这几个方案呢, 我都有在我的某站视频上去发过相关的内容, 如果是大城市, 如果是一线城市, 然后是场地的核心区域的话, 你可以去使用, OK, 之前讲过, 我视频里面讲过的BBBike, BBBike, 提取这个OSM数据, 对吧, 如果是大城市, 我说的是大城市, 注意啊, 那么怎么获取, 我给你们说一下, 大概我说一下这个流程, 就是我们要获取这个底图, 对不对, 这个底图我们是怎么来的, 尽量能不能不画CD, 不用卫星图去描, 是吧, 那甚至有些同学, 他还不知道卫星图怎么来呢, 是不是, 怎么去下载, 他也不知道, 那我们说一下, 三个方案, 第一个呢, 就是下载大城市的OSM使量数据, 这个呢, 就比较好编辑一点, 我今天使用到的方法呢, 也是这个, 如果是小城市, 如果是平常比较偏的一些场地的话, 那么周边的环境, 周边的环境, 它的这个使量数据,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公开的开源数据, 那么在国内的话, 肯定就会有一些限制, 你知道吧, 甚至之前我们的那个, 因为我们不是相关专业, 我们就会有这种获取底图的, 获取底图的这种教程嘛, 对吧, 我的那个, 我的发的, 平时发的一些视频里面, 就会有获取这种底图的教程, 然后呢, 一般的这种获取底图的教程呢, 它的审核时间都会比较长一点, 因为它涉及到地图嘛, 地图地理, 对吧, 涉及到地图地理的这个东西, 那么, 这种视频网站, 它就很怕犯错误, 对不对, 它审核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认真一点, 看你有没有在一些, 是不是啊, 这种, 比较严肃的问题上犯错误, 所以说各位同学懂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不能犯错误,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第二种方案呢, 小城市的话, 如果是比较小的城市, 我们就通过这个, 就通过之前我说到的这个, 规划云, 对不对, 规划云的这个, 那么小城市或者一些比较小的地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取到, 没有办法获取到这个地方的始量数据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被迫获取它的什么, 是不是就只能获取它的图片, 图片, 图片风格底图, 对吧, 这种风格底图呢, 它至少是不是有什么, 它至少有道路有绿地, 对不对, 而且呢, 你用这种风格底图也好, 或者你使用之前我讲到的, 我的那些视频里面讲到过的那个高德底图也好, 对不对, 高德风格底图也好, 就是, 我想想, 我想想是这个, 高德开放, 高德开放平台里面的这个自定义地图, 是吧, 那我这里没有登录吗, 那我登录一下啊, 我看看, OK啊, 稍等, 稍等,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定义的底, 风格底图, 对吧, 你也可以使用这一种,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一种, 对吧, 就说呢, 这个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这种不同的,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 这个, 就是我自己已经把它制作好的这个风格底图, 之前有同学在做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是吧,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 至少它一些基础信息, 你看它是不是都有的, 对吧, 包括你放大之后, 放大之后, 放大的比较大的时候, 它都会有建筑啊, 这些信息, 那么而且你看每一个层级, 你可以单独点中来修改它的颜色, 是吧, 设置好之后呢, 你就通过我视频教的方法, 把这个底图下载下来, 那么当然还是要用到规划云这个方案, 对吧, 那么第三个内容呢, 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图, 来获取底图, 是不是三种方案, 第一个呢就是实量图, 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样子的风格底图, 风格底图, 你是不是通过, 可以通过PS模棒吗, 对不对, 这些路道路线条你都有了, 通过模棒把这些区域给选择出来, 然后给标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用这种风格底图来做底图, 当然你最好的话还是稍微要, 不管是这个底图的颜色还是风格的话, 最好都自己再做一下单独的处理, 这个是比较好的,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关于这两种底图的获取方式不太清楚的话,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视频, 好吧, 这个BBBike呢, 我主要就是获取, 获取始量图, 大城市才有, 我再区分一下, 大城市始量图, 好吧, 你看,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信息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些图是始量的, 可以直接用AI来编辑,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是图片, 图片形态的, 图片形态, 那么你就只能通过PS来编辑, 但是呢, 小城市是不是都有, 随便你想下的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就都有, 都更方便, 第三种呢, 就是卫星图,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是不是除了我们这种平面化甜色的风格以外的第三种风格,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卫星图风格, 是不是, 你可以切换嘛, 这里是不是可以直接切换卫星图风格, 你在这个上面, 把卫星图是不是稍微颜色处理的暗一点, 然后在上面再做分析,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方法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这里呢, 就给大家总结起来了, 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 sorry啊, 这里, 好的, 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矢量底图, 是吧, 我就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上海, 然后呢, 提取了它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是怎么下载呢, 这个怎么这么困难呢, 好, 大概就这样吧, 那么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 然后呢, 把你想要下载的区域设置出来, 这里一定要选择SVG文件, 这里选择SVG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呢, 填上你自己的邮箱, 对吧, 填上你自己的邮箱, 然后呢, 它就会把下载好的这个内容, 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案, 就获取到了这个文件, 看到没有, 这个SVG文件, 看到没有, 那首先呢, 我就把AI打开, 等一会儿啊, 看我有没有资格拥有学习委员, 是吧, OK, 看我有没有资格拥有学习委员, 谁来给同学们总结一下, 对不对, 实量大城市, 我再说一遍, 实量大城市就用BBBike下载SVG文件的方案, 好吧, 下载SVG文件的方案, 如果是小城市, 如果是小城市, 小城市你的场地比较偏的地方的话, 那么就使用高德, 高德加规划云的底图下载方案, 底图下载方案, 好吧, 这个是位图, 位图的方案, 然后还有一种另外的风格的方案的话, 就是卫星图, 就是卫星图, 卫星图稍微处理一下, 是不是也能用,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先把成果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画图的思路, 我在公开课的时候, 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带着大家画图, 因为那样很无聊嘛, 你知道吧, 特别无聊, 大家也没有什么思考, 就纯画图, 是吧, 你就看我操作, 是吧, 然后你就是, 是吧, 看会了吗, 看会了, 手会了吗, 手不会, 对不对,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所以说的话, 我还是尽量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思路, 不用VPN, 不用VPN, OK, 都是我提供的方案呢, 都是国内都能够使用的, 要VPN的话, 不仅对你来说是一个困难, 对我也是一个困难, 知道吧, 我也, 我想出去也特别难, 是吧, 咱们都是付了费的, 对吧, 想出去看看都是要付费的, 书生, 我尽量给, 不给各位同学造成困难嘛, 是不是, 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我的PS, 因为在直播的话, 电脑会比较卡一点点, 这个之前我就说过了, 好, 然后呢, 我把原文件来给同学们看一下, 好, 怎么这么砍呢, 哦, 我想起了, 好像我这里面放的全是智能对象, 就是把这些地图, 我都是直接从AI里面拖拽进来, 全都是智能对象, 所以说会卡顿一点点, OK, 好, 那么首先呢, 你就是把这个底图, 先在AI里面做好, 对不对, 这个底图现在AI里面做好, 做好了之后呢, 当然这个底图, 大部分工作量都是在AI里面来完成的, 但是在AI里面完成, 如果你要进行简单的排版的话, 你要不然你就用ID, 对吧, 要不然就用ID来做, 因为你在AI里面要排这个样子的版式的话, 其实特别困难, 特别麻烦, 是不是, 因为AI里面添蒙版, 不方便, 实在是有点不太方便, 所以说最好, 如果你要做这种小的一个排版的风格的话, 最好在, 就是底图我们在AI里面来完成, 是吧, 这个底图刚才同学们也看到了, 我都是在AI里面来完成的, 是不是, 然后获取到了这个SVG文件, 然后把这个底图进行了编辑, 编辑之后, 然后拖拽到Photoshop当中, 然后把这些是吧, 每一个不同的地块, 是吧, 这个场地周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是不是先给它, 周边的资源, 还有地块的分类, 是不是, 就是相关的进行一个标注, 对不对, 标注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相应的这个交通, 然后周边, 对吧, 场地在这里, 我只标记了一次, 这个其实应该, 每个地方都应该标注一下, 是吧, 嗯, 这个失误, 失误, 这个失误了, 把它复制过来, 好,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 是吧, 每一张分析, 是吧, 这个是交通, 这个是绿地, 这个是水文, 是吧, 都应该把它标记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通常呢, 通常做这种场地周边条件分析呢, 一般它的尺度也会分为两个步骤, 它的尺度可能还是会分为两, 因为区位关系, 它的这个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吧, 它是几乎就是从城乡, 呃, 城乡这种级别来说明场地位置的, 但是场地周边条件的话, 我们一般, 第一个层级像这种层级, 看到没有, 一般呢, 就是场地周边20公里到30公里, 但是这个, 是吧, 这个场地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场地了, 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周边5公里的一个范围,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就行了, 那么你想这个场地, 对吧, 你超出5公里的范围以外, 跟你场地的关系也不太大了呀, 是吧, 所以说你不用把这个场地周边环境的这个分析范围做得过大, OK, 好, 所以说那整体的思路, 是不是咱们就是这样来完成的, 那么就来看一下, 呃, 从, 呃, 刚才说的这个BBBike啊, 这个网站, OK, BBBike这个网站下载下来的这个SVG文件呢, 获取到SVG文件之后, 那么我们就把它拖拽到AI当中, OK, 还有很多之前有同学在群里面问, 他不会处理这个文件的, 好, 那我就再给你们讲一遍, OK, 确定哈, 这里会谈错误, 但是不用管, 直接点确定就可以了, 好,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下载出来的样子,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处理过后的样子, 对吧, 你肯定要做一些, 是吧, 艺术化的处理, 要把它处理的, 你觉得比较符合你的审美, 对不对, 或者你符合你的想要做出来的这种图子风格的样式, 对不对, 首先这个数据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你要, 我要先教各位同学做一些处理,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完整的带大家把这个底图先处理一遍, 好吧,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你打开之后, 就是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它是一个剪切蒙版的状态, 所以说你必要选中它, 右键释放剪切蒙版, OK, 如果你不释放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编辑它, 就是右键释放剪切蒙版, 好吧, 好,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底图的完整的一个状态了, 对不对, 完整的状态,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没有相关的内容, 释放了剪切蒙版之后, 它同时还是一个编组, 它还编了组的, 编了组,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取消编组, 对不对, 取消编组, 我是不是就可以选中单独的这些色块了, 你把这些没有必要, 不想要的是不是去点击删除就完事了, 包括你看这些什么, 这个网格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保留的, 对吧, 因为它有一个经纬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 对不对, 经纬度在这里, 那还挺方便的, 所以说我只把这个它的, 对不对, 它的版权信息, 这里的是吧, 来自于OpenStreetMap的版权信息, OK, 我们给它删掉, 就OK, 比例尺的话也可以保留下来, 而且比例尺, 如果你后面要用这张图的比例的话, 那么你最好还是把它保留下来, 好吧, 好, 那么遇到这个, 你看下载下载, 它就是这样的, 是吧, 非常的复杂, 特别的吵,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呢, 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到网上去下载这种矢量地图的OSM数据, 注意OSM数据, 因为它的这些数据它是分层的,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对吧, MapFrame,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整个图的框框, 对不对, 代表整个图的框框, 所以说这个图层我们是可以删掉的, 你们得到这个文件之后, 要学会清理, 要学会读取它的这些文件的名称是, 就是它的这些图层名称是代表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这个Label, Label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地名标签, 那么就最好改一个名字, 地名, OK, 地名, 是不是, 然后呢, 把它单独放一层, 单独放一层, 放到上面去也可以, 好吧, 放到上面来, OK, 然后呢, 这个地名,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先锁住, 先把地名处理一下, 这个地名不特丑吗, 你看这个文字, 对不对, 它首先它的字体, 我们觉得不太好看, 然后它的这个边框是不是也特别丑, 所以说把它全部选中, 然后呢, 直接用文字工具这里我们修改成, 我平时喜欢用的那个, 是吧, 经常听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 是不是, 阿里巴巴普会提, 是吧, 然后呢, 它这里有描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把描边设置成, 描边设置为当前, 按一下问号, 哎, 好, 按一下问号是不是就设置为无了, 对不对, 逗号, 问号, 逗号, 句号, 问号, 是不是这三个按钮的快捷键, 上级也可以讲过了, 然后文字的话稍微粗一点吧, 好吧, 然后现在文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太大的话你就需要按Ctrl, Alt, Shift, 加D, 分别变化, 然后把它们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个缩小, 我们预览一下, 大概每一个部分的话都缩小到原来的60%, 再点一下, 对不对, 你看它是不是就在同等的位置, 是不是相应的位置是不是就缩小了, OK, 点击确定, 然后文字还是稍微变细一点吧, 太粗了刚才, 好, 你看关于文字的部分是不是咱们就处理好了, 非常的干净, 对不对, 非常漂亮干净, 所以说呢这个是关于文字的处理方案,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文字隐藏,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底图的这个边框, 对不对, 经纬度的线框, 所以说还是改一个名字, 你不改名字你就分不清楚嘛, 特别是像我这种英语不太好的, 所以说改一下名字, 所以说这个也可以隐藏了, 对吧, 处理好一个就隐藏一个,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把这种数据, 就是你们很多同学想去学习的那个数据爬取嘛, 就是城市数据爬取的相关的那种课程,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 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POI, 就是什么, point information, 什么呢, 反正就是information, point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点位的信息, 这些呢就代表一些特殊点, 通常情况下代表的呢都是公交车站的位置, OK, 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城市场地的点位,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你看它是叫做symbol icons, 对不对, symbol嘛就是这种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什么呢, 场所的名称的点位的标记嘛,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点是不是确实太丑了,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先给它解锁一下, 解锁一下,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调整它呢, 我们来选中它, 选中它你就知道, AI里面带有这个加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知道, 带有这个加号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对象, 有没有同学知道, 嗯, 它是什么对象, 没有人知道吗, no, 不是中心, 这个带有这个加号的它是什么, 什么对象, 说明AI还不太熟是吧, 它是符号对象, 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符号对象, 那么这个符号对象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双接, 再双接, 再双接,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双接会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 双接进去, 是不是图层01, Symbol Icons, 再双接进去, 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图层, 再双接进去, 好, 你看这里的图标是不是就变了, 这里对啊, 就可以改啊, 是吧, 因为它是下载下来, 它就是一个符号对象, 所以它是可以改的, 我们把这个符号给删掉, 我们重新把它改成一个, 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用的圆圈, 然后这个圈呢, 尽量小一点哈, 描边还是按一下问号, 给它取消掉, 对不对, 然后稍微再小一点, 这个点一点太大了, 这个点位有点太大了, 标注信息太过了, 到时候会, 你要看一下它占你整个画面的比例, 大概这么大, 我觉得就合适了, 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说呢, 选中它, 然后颜色的, 我们先设置一个黑色吧, 那那那, 按一下X, 按一下X, 把填色之为当前, 给它设置成黑色, 对不对, 设置成黑色, 好, 设置好了之后, 按1SC退出, 你看, 它是不是就全部都修改了, 因为符号它是一个, 就像是你们平时做建模的时候, SU的组件一样, 它是统一修改的, 比如说我们再修改一次看一下, 好, 修改它, 比如说, 修改成这样, 是不是啊, 按1SC, 你看它就修改了, 是不是这样就很方便, 明白了没, 对吧, 叔叔你看这个点信息, 咱们也设置好了, OK, 好吧,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看是不是全部的LionArtwork, 是不是就是全部的线条道路信息, 对不对, 好, 我们把点信息关掉, 道路信息,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区块信息, 是不是就是色块信息, 对不对, 色块信息, 为什么我就喜欢下载这个SVG文件呢, 你看, 其实我没怎么调, 对不对, 我无非就是调了一下它们的颜色而已, 对不对, 它的这个底图的配色, 我几乎没有去修改它, 看到没有, 这样的很方便, 而且它是分层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线信息给, 呃, 线信息给关掉,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色块的信息, 我教各位同学调一下, 你们就会了, 啊, 怎么来调呢, 它是分层的, 非常方便,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是, 它是一种居民区嘛, 对不对, 居民区的色块, 那么直接全部选中, 双击进去, 双击, 哦, 锁住了, 双击了半片, 双击进去, 双击进去, 对不对, 好, 你看它就只进入到了这个色块的图层, 我可以全选, 你看, 全选的是, Control加1是全选嘛, 是不是全部都选择, 是不是这个色块, 对吧, 我就可以统一调整, 知道吧, 想怎么改怎么改, 特方便啊, 知道有没有, 是不是有没有特别方便, 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浅黄色, 对啊, 对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OK, 这样就很方便了呗, 是不是, OK,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河流的话, 我喜欢颜色, 我喜欢改的, 一定要双击进去, 进组, 看到没有, 一定要找到它相应的, 这个feel, feel就是指的是这个填充色块的意思, 你看它就进入到了这个waterfeel, 好, 我们可以全选, 是不是就把所有的, 对吧, 你看这个城市的什么东西, 就选择出来了, 当然同学们, 我这里还是提一个行, 同学们也不要太羡慕, 这个确实是大城市才有, 对不对, 你做的场地很多情况, 咱们的项目又不在大城市里面, 所以说这个呢, 确实是有局限性, 你只能, 小城市的话, 你就只能通过那个位图, 就是规划云下载的图片格式的地图, 来进行相应的手动处理,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是吧, 这个看着是炫酷, 看着也爽, 我也觉得很爽, 但是呢, 确实是有局限性, 希望有朝一日, 咱们的数据也能够非常的全面, 对吧, 到那个时候, 就很好了, 但是如果恰好, 咱们的项目又确实是在大城市里面, 做旧城改造嘛, 是不是, 那用这种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呢, 我一边设计一个颜色比较深的蓝色, 看会不会好一点, 深沉一点, OK, 稳重一点, 是吧, 这个有点太深了, 大概, 大概还是偏蓝一点吧, 偏蓝一点, 或者用浅一点的这个蓝色也行, 好吧, 这个蓝色也可以, 好吧, 对吧, 色块就是这样来处理的, OK, 好, 色块咱们就处理好了,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场地, 那么你最好是不是就要把它颜色最好给区分开, 那么这里的话, 你看我的这个底图, 到时候我把这个底图发给你们, 你看,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参考, 我主要做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把建筑弱化了, 是不是, 把建筑弱化了, 因为建筑确实太多了, 就像这张底图一样, 看到没有, 建筑的色块只是作为一个, 建筑的色块是不是只是作为场地的一个, 对不对, 场地的信息的补充, 所以说它的色块是非常浅的, 颜色, 一般我们建筑颜色要做的比较浅, 如果你颜色这么深,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的颜色, 对吧, 我们建筑这里做了黄色, 颜色的, 这种色块的颜色很深的话, 你看就会让指甄图显得很混乱, 这个也是很多同学看了我今天的公开课, 然后他也发现自己做出来还是丑的主要原因, 对吧, 一定要清楚你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周边场地的不同的场地的类型, 那么我把场地类型不同的色块的这种类型, 是不是尽量用不同颜色给区分开, 而其他的道路包括建筑, 是不是尽量就用浅灰色给过渡一下就行了, 对不对, 要突出你要表达的重点, 河流, 边界, 绿地, 然后一些工业区, 学校, 等等这种不同的色块, 要用重色给突出出来, 这样是不是才会让你的整个图效果会很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关于颜色和这种审美上, 我想要稍微提醒一下各位同学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建筑的话, 我最好就稍微再处理一下, 一般就弄一个很浅的灰色, 大概这么浅就行了, 实际上是看得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看不看得出来, 对吧, 是不是有的, 有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 控制住你的情绪, 不要非要让这个东西, 不要觉得别人看不见, 你非要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明显一样, 对不对, 没有必要嘛, 是吧, 淡淡的, 不好嘛, 它本来就是只是做一个衬托, 一个配景, 是吧, 所以说不要刻意的强调, 这个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不要刻意的强调, 好, 这个是Resident Airfield, 这个就是什么什么, 什么来着, 办公区吗, 我看一下, 好像不是, 这个的话, 我颜色就大概设置了再浅一点, 你看这个还是颜色太深了, OK, 居民区是吧, 这英语不好的人没救了, 所以说这些色块的话, 还是颜色稍微取得淡一点, 浅一点就好了, 好不好, OK,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些其他的色块, 我觉得颜色就还可以, 就可以不用去调了, 这个可以调一下, 因为这个有描边很丑嘛, 是不是, 明明其他的都只是色块的填充, 你非要整个描边, 是吧, 所以说把它们选中, 选中, 然后呢, 把它们描边给它取消掉, 好, 是不是色块的风格要统一, 对吧, 好, 这个图就做好了,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填充色块, 就是polygon这个填充色块的部分, 咱们就处理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线条, 这个要麻烦一点, 我们要把没有用的信息要先处理掉, 什么呢, 首先, 你先把这种, 先把什么叫做这个border, 带有border的这种, 就是这个名称要全部给删掉, 为什么呢, 它其实是这些对象的描边, 懂吗, 其实是这些对象的描边, 说说我们要把所有带有这个后缀的名称, 全部都给它选中, 然后删除掉, OK, 嗯, 这里, 好, 把它们全部选中, 因为这些描边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要了嘛, 因为如果描边和原来的对象都在一起的话, 它其实就是重复的, 对不对, OK, 所以说把它拖在到这里删除, OK, 你看这些全部的线条的描边, 是不是就没有了, OK, 是不是还有漏了的, 看有没有漏望之余, 好, OK, 然后呢, 把你觉得特别重要, 你觉得非常有必要的信息呢, 单独选择出来, 你看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编组, 所以右键, 我们可以取消一下编组, 算了, 不取消, 取消的话, 你看这个分组就不在了, 我们进组去选中它吧, 进组去选中, 是不是就是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区界, 对吧, 这个范围的话应该是区界了, 你看这里, Boundary Province, 它这里是说的省界, 但是其实应该是区界吧, 对不对, 哪有这么小的省界, 对不对, 说到你要把这个范围, 我们是不是单独, Ctrl加X是不是, 给它提取出来,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图层, 区界, OK, 好, 然后Ctrl加F粘贴进来, 选中它, 其他的先锁住嘛, Ctrl加F粘贴进来, 怎么是隔离模式, 这样吧, 我先取消一下编组, OK, 把它挪到这个图层上面来, 这个图层就删掉, 好吧, 嗯, 好, OK, 好, 这个区界, 咱们是不是就提取出来了, 但是的话, 现在是不是有点太粗了, 就是全部选中, 描边, 嗯, 描边, 这个给一个1就可以了吧, 给一个1, 稍微细腻一点, 好吧, 颜色的话, 看你了, 是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紫色还挺明显的, 就用这个颜色吧, 好吧, 嗯, 好, 所以说这个部分, 是不是咱们也提取出来了, 所以说把这个就可以隐藏锁定了, 其他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 是不是区分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道路,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底图,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把它进行一个区分, 所以说直接全选, 这些呢, 你也可以直接全部选中, 统一处理就可以了, 好吧, 统一处理就行了, 然后呢, 这里给个0.1, 看一下够不够, 然后颜色的话, 做一个黑色, 或者呢, 我觉得稍微浅一点, 刚才我们是不是只是作为一个底图, 那么用一个浅灰色就行了, 好, OK, 好吧, 记住, 把你需要的信息, 因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分了类型的, 你看它都是有分类的, 什么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是吧, 三级道路, 对不对, 一级二级三级嘛, 不同的道路, 然后它都是用英文给你分类了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OK, 那么我们把刚才我们单独提取到的信息, 是不是给显示出来, 然后地名, 对不对, 然后经纬度的边框, 好, 点信息, 点位的这些信息, 然后最后的这个Polygon区块的这些信息, 好, 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就做好了, 是吧, 哦, 对吧, 哈哈, 所以说这个呢, 是还是要稍微熟练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底图, 这些信息稍微都处理干净了, 然后这张图就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把这张图, 拖拽到Photoshop当中,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比较大, 范围比较大的话, 那么我觉得, 我建议还是导成一张图片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它往PS里面拖的话, 而且你在PS里面你还不三格化, 你看我就没有三格化, 你看这个底图, 我就没有进行三格化的处理, 那么它的这个底图的话就会, 就会比较大, 它会记录, 相对于PS也会储存这些使量的信息, 那么PS就会很卡, 所以说我建议如果你做的范围是这么大的话, 对, 会很卡, 所以说我建议导成图片, 那么这里的话我也就尽量导成图片来做, 对不对, 本来直播的时候就够卡了, JPG导成JPG就行了, 导PNG会不会好一点, PNG会不会是透明的呀, 好像是, 我们试试, 导PNG试试, PNG对不对, 然后名称的话就叫01, OK, 点击导出, 好, 分辨率看300能不能导, 有的时候300分辨率导不出去, 确定, 嗯, 我这么有钱, 我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呢, 我说不定比你们大部分同学都要穷, 知道吧, 不卖惨了, 生活太难了, 反正就是, 然后导出, OK, 这里的话, PNG刚才你看300分辨率导不出去, 这个没办法, 那就导150吧, 150一般都能导得出去, 好, 好, 等待一下下, 应该导出去了, 还是卡着呢, 这个文件, 是吧, 导出来了, 看一下是不是, 是透明的耶, 那导PNG吧, 方便的多,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们把PS里面, 往PS里面拖, 我就在这张图上面做吧, 好吧, 然后等一会儿, 有一些信息的话, 算了算了, 新建一个, 不要偷懒, 哦, 能能能能, 新建一个文件, A3的横向, A3的横向就可以了, 好吧, 好, 之前有同学在群里面问分辨率的问题, 注意分辨率, 好吧, 好, 然后拖载进来, 线太多了呗, 线太多了, 有些时候就会导, 导致它这个300倒不出去, 好, 反正它现在是一张图片了, 而且是本来就是一张, 一张这个智能对象, 对吧, 那么我们最好, 你看现在, 它核心区域的这些, 是不是很不清晰, 对不对, 因为这张智能对象, 这个区域的占整个A3的图子的范围太小了, 所以说你需要把画布弄小一点, 先把整张图先拖大, OK, 先把整张图先拖大到这样的一个范围, 就是把中间核心区域的这些色块, 要拉到整个范围的这么大, 点击打钩, 点击打钩, 稍微等待一下下, 你看已经很卡了, 是吧, 就一张PNG是吧, 都卡成这样, 所以说最好还是导成图片, 然后呢, 然后呢, 把它放大之后, 是吧, 足够我们看到这些信息了, 然后就三格化, 三格化处理, 好, 然后其他的咱们就不要了, 最好, 最好怎么样, 最好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要保留的对象, Country加J复制一份, 这个原来的图生我们就删掉, 最好, 或者你觉得, 你觉得要保留原来的信息的话,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不要三格化, 是不是, Country加J复制一份, 然后这一份呢, 你就隐藏起来, 我们操作这一个对象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所以说呢, 先给这个对象来一个, 咱们喜欢的圈圈, 喜欢的圈圈, Shift加M切换成, Shift加M切换成, 圆形选区, 按住Alt, 按住Shift, OK, 获得一个圆形的选区, 然后呢, 蒙版往上一盖, 对不对, 蒙版往上一盖, 但是呢, 我们喜欢, 通常我们喜欢, 最好来一个描边, 说说新建一个图层, Country加N, Country加N, 新建图层,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Shift加F4, 描一个边, 两个像素应该够了吧, OK, 细腻一点, 不要, 非要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粗, 特别丑, 知道吧, 细一点, 很多同学它就是, 其实掌握一个小技巧, 我跟你们说掌握一个小技巧, 什么技巧呢, 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得细一点, 不要那么明显, 好吧, 不要, 就是画这些线条的时候, 尽量都不要画得特别粗, 听到没, 尽量都不要画得特别粗, 你的效果就会还不错, 效果就会还不错, 这个就是我的经验, 这个告诉你们了, 秘诀, 是吧, 告诉你们了, 小朋友, 我看你好奇心很重, 是不是, 这里我也有一本爵士秘籍, 所以说, 然后呢, 按Ctrl, Shift加L, 把这两个图层, 链接起来, 它们俩是不是就一起移动了, 是吧, 描边还是最好分开, 你看, 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尽量想给你们呈现出来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这个, 一定要养成及时改图层的习惯, 是不是, 改图层名称的习惯, 这个还是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好的榜样, 好不好, 就是Ctrl加T, 它们俩链接在一起之后, 是不是就很好调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吗, OK, 好, 然后接下来的步骤, 那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又复制一份这个对象, 这个先取消链接一下, 还是链接起来吧, 复制一份这个对象, 复制了之后, 复制了之后, 把, 复制了之后, 注意哈, 把图层和蒙版之间的链接取消掉, OK, 把图层和蒙版之间的链接取消掉, 我们调整, 我们调整, 什么, 调整蒙版的大小, 康尔加T,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是在调整这个范围的大小, 好吧, 嗯, 好, 然后呢, 这里你就需要去哪个色块, 需要去哪个色块, 你就到哪个色块去,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调整蒙版的范围, 对不对,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 关于河流的这样一个标注, 对不对, 打钩, 打钩, OK, 然后呢, 这个描边的话删掉算了, 嗯, 好, 然后呢, 再重新把它们链接起来, 好, 重新把它们两链接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一起移动了, 稍微再放大一点, OK, 是吧, 对不对, 把不同的色块表达出来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做相应的标注, 这里的标注的话, 我们用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在这里, 这里在这里, OK, 再设置它的粗细结构就可以了, 当然你需要在这些地方, 如果想要再添加一些点位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也可以, 直接用这个标点符号去点就可以了, 这个圈是不是太大了, 怎么看不到画笔呢, 没有选中画笔, 是吧, 稍微放小一点点, 好, 是不是相关的标注是不是就表达出来了, 懂了没, 懂了吧, 这个点不要画太大,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 很多同学就喜欢画得很忙, 对吧, 线画得很粗, 很忙, 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确实是有一点丑, 是吧, 有一说一, 是不是, 有一说一, 明白了没,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步骤呢, 接下来要做的步骤, 咱们最好呢, 再把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备份的必要性了, 是吧, 我们把这个备份的这个对象呢, 是不是再次放大,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跟我们场地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的场地的核心区域, 是不是还是不够清晰, 那咋办, 再次Counter加提再放大, 哎, 没办法呀, 是吧, 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细腻一点, OK, 嗯, 大概在, 嗯, 还要放大, 还不够, 还不够, 啊, 再放大, 这样我们把中心点按住Alt设置到这里, 是不是, 他就会按, 以这个中心点, 是不是给放大,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就不会乱跑, 对不对, 就是你把Counter加T的这个中心点, 按住Alt设置到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就不会乱跑, 好吧, 再放大一点, 这样绝对足够到了, 好, 点击确定, 好, 又要变换老半天, 所以说稍微再等一下, OK, 嗯, 这张图是不是咱们已经完成了80%了, 剩下的工作无非就是, 把这些对象, 是不是, 比如说道路啊, 绿地啊, 然后河流啊, 是不是选择出来, 选择出来, 然后呢, 进行一个标注就可以了, OK, 嗯, 哇, 这个也太慢了吧, 等它处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成果, 是不是, 这里很多的话我也可以不用给你们说了, 其实你们也会了, 对吧, 我把这个底图放大之后, 相当于就是对这个场地的放大, 因为原来这个场地是在这里位置嘛, 它非常的小,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探讨的是周边场地的, 类型的分布的一个情况, 而这个呢, 是不是就是场地最周边, 大概五公里的范围的一个情况, 交通, 绿地和水流, 是吧, 这样做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 当然我刚才在做这张图的, 我就给你们说过了, 这个交通分析, 绿地, 还有这个水流和水系的这个分析呢, 做得太粗糙了, 是不是, 没有内涵,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内涵, 明白了什么意思吧, 嗯, 明明交通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 我们可以去分析, 之前我们讨论过了, 对不对, 主干道, 然后呢, 次要道路, 然后正在修建的道路, 对吧, 就是还没有修好的, 正在修建的道路, 然后快速路, 高架桥, 然后, 或者单向车道,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单向车道,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场地的, 对不对, 有些场地是, 这个交通它是单向的, 单向车道, 然后哪些地方有一些交通的站点, 是吧, 公交车站, 然后出租车打车的位置, 等等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停放共享单车的位置, 也要结合现实情况嘛, 现在咱们共享单车不是遍地都有嘛, 是不是, 所以说你也要, 可以把这些信息都要统计进来, 所以交通可以分析的内容很多, 对不对, 好, 绿地也可以分析的内容也很多, 对吧, 有些是人家, 有些是人家公共的绿地, 然后有些是这种场地内部的私人绿地, 对吧, 还有街旁的绿地, 对吧, 还有公园等等不同的类型, 绿地也可以分好多类, 是吧, 然后这个水系, 水系也可以分好多类, 这个是比如说湖泊, 然后还有这种池塘, 还有水系, 对吧, 单独的这种河流, 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的话你都可以去做一下, 所以说分析的内容是可以很丰富的, 好吧, 这个就这样了吧, 反正就是放大, 放大你要放大这个智能对象的话, 肯定是非常卡的, 为什么不能三格化呢, 因为如果你三格化之后, 三格化之后, 它的那些信息就不在了, 对不对,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位置很模糊吗,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三格化之后放大, 那肯定还是依然很模糊,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留它原来就是一个智能对象的状态, 好吧, 好, 就这样吧, OK, 懂了没, 懂了没, 好, 那么同理可得, 这里我们再延伸一下, 稍微再延伸一下, 同理可得, 我们下载了这个矢量数据, 是这样的处理的方法, 那么如果是卫星图, 或者说像这样的风格底图,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用你的钢笔, 是吧, 一点一点去描, 用模棒把这些色块给选出来, 是不是, 然后进行相应的标注, 对不对, 相应的标注, 做法其实你就可以参考, 做法你就可以参考像这样的, 你要表达一些什么信息, 始量图里面的这种方法表达了些什么信息, 那么我的位图下载的这种方法, 表达的信息是不是也要尽量有这么多, 比如说点位, 绿地, 绿地是不是也分了好几种, 然后不同的这个用地的类型, 对不对, 然后还有常用的一些道路地图, 然后河流, 对吧, 它表达了一些什么信息, 你看, 既然像这种图的信息, 我觉得已经足够丰富了, 那么是不是我就可以照搬到这种位图的底图上面来, 下载好了这种底图, 后续只需要认真的PS就好了吗, 是不是, 这个确实是太慢, 好了兄弟们, 对吧, 你看大概在哪里, 我看看, 让我看看, 这个场地在哪个位置,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真的太懒了, 找不到很真实,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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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位置, 是不是单独的用选区再框起来, 然后蒙版, 先复制一份吧, 复制一份, 然后三个画, 选择选区, 选出来, 对不对, 然后蒙版盖上去, 好, 对不对, 其他图层怎么都看不到了, 我其他的图层呢, 我的那个没显示出来是吧, 我怎么, 怎么这些蒙版都掉了呢, 好像我刚才是不是不小心调到蒙版的大小了, 我是说怎么这么卡, 算了, 算了, 看一下这个原来的这个成果吧, 对不对, 然后就把相应的这个标注, 是不是给标注出来,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说整个图呢, 关于场地周边的条件分析, 就好了, 什么叫翻车, 这叫翻车吗, 这不叫翻车, 这不就操作错了吗, 就多选了几个图层嘛, 是吧, 这哪叫翻车, 好吧, 对, 成果正常啊, 成果正下场, 你说这个东西不一定大家都懂, 你知道吧, 你说成果正常, 不一定所有同学都懂, 知道吧, 好吧, 嗯, 所以说呢, 课件里面啊, 课件里面我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个场地的SVG文件, 还有最终的这个成果图, 最后的这个成果图, 静姐说这就是翻车, 是吧, 静姐, 小静老师出来, 我们中文兑现, 不, 这个也只是私下说一说, 还是不敢的, 不敢, 不敢, 好吧, 嗯, 好, 然后课件里面我给你们提供了这个SVG文件, 可以自己去尝试着练习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底图, 好吧, 底图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 那么下节课咱们要做的呢, 是我看看, 我看, 让我看看, 看看是什么, 下节课做, 做做做, 气象分析, 气象分析的数据是怎么获取的, 然后气象分析又怎么做, 好, 我们可以先来预览一下, 希望各位同学, 星期五啊, 咱们不见不散, 是吧, 反正就是有很多的气象数据, 怎么去获取, 对吧, 还有很多的网站, OK, 好, 是跟气象有关系的气温, 降水, 风向等等相关的内容, 好吧, 这节课咱们就把这个东西就做完了, 成果还是结一个图给大家, OK, 不知道成果是什么的, 同学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有看过, 有看过爱情公寓吗, 是吧, 知道爱情公寓就知道成果是谁, 对吧, 诸葛大利, 这个每次说到这个成果就很尴尬, OK, 好, 光照分析, 光照分析, 但是是在SU里面, 是在SU, 讲SU技巧的时候, 我才会讲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光照分析的话, 用一个插件就可以完成了, 根本不需要一节公开课, 好吧, 好, 接下来是吟唱环节, 同学们喜欢的吟唱环节, 第一个是咱们公开课的时间, 老子的公开课是135, 然后爱丽老师的是, 爱丽老师的职务课程是245, 以及大狱老师的方案课是星期二和星期四, 咱们这个课程的体系的话, 首先是, 第一个精英社群, 读书社群, 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这个我们会带着你读专业书籍, 同时呢, 还有这个手绘方案的打卡, 上一个星期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我们的, 这个软件打卡, 对不对, 他们都完成了这样一张图, 完成了这样一张训练营, 训练营的作品, 我来找一下, 训练营, 训练营, 最后的这个成果, 课件, OK, 他们都完成了最后这样一个最后的排版的成果, 首先呢, 就是先做了一个, 先把这个模型也是他们一天一天自己建模建出来的, 是吧, 每天建模, 建模做了之后呢, 然后呢, 我老周会及时给他们反馈, 有些什么技巧, 有些什么知识点, 是吧, 然后最后经过五天的训练, 然后呢, 就把这个模型就给建立出来了,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排版, 所以说呢, 可以去尝试着报名一下咱们的这个精英社群, 参加进来, 既带着你读书, 是不是, 又带着你做作业, 是不是, 有方案手绘的打卡, 而且呢, 还会有这种国外的优秀案例的赏息, 你不会做, 你平时偷懒, 你不想做, 那么我们带着你学习,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帮助那些没有学习习惯的同学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全能会员课, 全能会员课的话, 它就赠送, 你买这个全能会员课, 我们就会赠送精英读书社群, 好吧, 里面呢, 会有老周的那些软件的课程, SUPS, AI, Inscape, Mari, 还有这个Reno, 都有, 好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爱丽老师和, 还有那个小静老师和大鱼老师的方案课程, 手绘课程里面也有,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些课程是非常超值的, 毕竟犀牛的课程都有, 对不对, 你想想犀牛的课程单独购买一节要多少钱去了, 是不是啊, 第三个的话就是高薪VIP, 这个植物课程, 植物课程还有, 这个植物课程的话就是针对于需要找工作, 或者要去实习的同学, 你汇一下这些植物, 知道植物怎么设计, 对吧, 植物施工图怎么画, 那么肯定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更有竞争力一点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是植物课程的好处, 所以说你可以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去听一下爱丽老师的公开课, 看一下这个植物公开, 植物VIP小班到底值不值, 对不对, 这个确实是工作必备的嘛, 对吧, 那么工作必备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方案小班, 带着你做方案, 你找工作必然要作品级嘛, 是不是必须要作品级, 还要有这个, 还有项目的实战经验, 那么大悠老师带着你做真正的项目, 对吧, 把项目作品做出来了, 那去找工作不就轻松了嘛, 同时呢, 我也会在里面, 我也会在里面, 老周呢也会在里面给大家讲软件, 就是方案做好了之后, 你总要把它表现成作品级嘛, 对不对, 做成作品级, 那么就是老周来教你们了, 怎么来做成一套完整的作品级, 而且大悠老师的方案课程呢, 也是覆盖多个不同的景观设计类型, 你看庭院, 办公, 商业, 居住区, 对吧, 都有, 所以说你去到不同类型的公司, 有些公司它是着重, 着重什么, 商业区设计的, 有些公司是着重居住区设计的, 对不对, 都能够设计的到嘛, 对吧, 所以说而且呢, 它是一对一, 给同学们这个好作业的, 这里我可以打开给同学们看一下, 同学们平时完成的作业啊, 小班的同学们的作业的展示, 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这些都是小班同学们完成的作业, 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才完成,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对不对, 每做一张作业呢, 老师都会给他讲解哪些地方不对, 哪些地方做的对, 哪些地方做的不对, 然后怎么修改, 是不是, 重要的不是你把它表现的有多好看, 重要是你方向要做对啊, 是吧, 你表现的倒是很好看, 你拿了一套很炫酷的作品集, 是吧, 拿了一套非常炫酷的作品集去, 然后人家资深设计师一面试你一看这个东西就不对, 那你说别人凭什么要你呢, 是不是, 他说你学了大学学了五年景观, 还学了三年研究生, 是吧, 做出来就这样, 是吧, 连入口, 主入口设置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说别人怎么可能面试能通得过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设计的问题, 设计的问题就要大于老师来帮你们了, 好不好, 这就是方案课, 同学们呢, 通过这个方案的课程呢, 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现在咱们也有非常多的学员在各种大厂里面工作, 是吧, 我说的厂是, 是景观公司好, 不是工厂, 只是咱们平时喜欢这样形容而已, 好吧, 方案课程的话, 方案课程的话也会赠送, 也会赠送这个精英社群, 也会赠送精英社群, 而且还会有学习礼包, 还会有学习礼包, 好吧, 好, 如果需要报名刚才我提到的刚才这些课程的话, 可以咨询猫尾巴, 咨询猫尾巴, 对不对, 管理员, 直接私信他就可以了, 好吧, 下次一定没关系, 你可以先听一下, 听一下我们的课程的质量怎么样, 可以对比, 对不对, 网上也有非常多的课程的内容, 像这种一对一带着你给你讲方案的, 确实只有咱们一家, 你知道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 是不是, 可以去看一下, OK, 好吧, 那咱们就再见咯, 下次再见, 下次再听我看一下, 咱们的课程怎么样, 课程质量怎么样,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假认课计要2个课程。 有点准备的课程 所有人都做过了, 那么多写什么课程,